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众所周知,概念神是最强的 相邻角色讲解搭配攻略 作为元神三年屹立不倒的后台火元素角色 涵盖队伍面非常的广 几乎各个元素反营的队伍的都有涉及到很百搭 以前是打神渊就送,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属于是有你就必养的一个角色 老规矩 我们先快速过一遍技能和命座 卯相邻,六星火元素长枪后台赴C 离月万民堂大厨 90级突破加96元素精通 火系角色里面唯一一个突破加精通的 相邻本身是攻击力倍率啊 还打反应的一个角色 突破加精通可以说非常的棒 免费送你一个独立城区 普通攻击五段快速的连去戳 重击呢是往前穿一下 除了带风系的国家队呢 这个普通攻击要点一点等级 其他的队伍当中的都不太实用啊 可以不点 一技能召唤炉灶之魔神郭巴 郭巴会持续喷火啊 一共喷四次 这回啊 缺点是索敌非常的稀赖 拿过相邻开荒的老玩家都知道 那会儿竟然雪山 放郭巴呢就硬是点不着火炬 几几个人 每次喷火产一颗火源出球 造神还是比较Q的 而且香灵一般不战场 资深的充能压力较大 天飞一天飞二 一个是锅巴喷的距离提升 变长 一个是喷完会拉一个辣椒 捡起来的角色加10%的攻击力啊 给的非常的少 实战当中除非你是冲刺躲技能偶然蹭倒了 不然不会特意去捡啊 元素爆发Q 香灵的核心技能啊 召唤雪火轮 随身挂火 伤害可观啊 持续时间是10秒 能量来到了便利密的80点啊 所以我们的圣遗物首选绝缺缘套 提升充能和大招的伤害 火伤杯啊 暴击波伤头 杀漏这个位置呢 打真发的话精通是最优的 没有的话就先攻击杀啊 纯火队呢也是攻击杀 实在要充门的 你再考虑充能杀啊 因为带充能杀的话 你的伤害会受到很他们的影响 然后再来看命座啊 鲜有的全提升命座 没有一个是废的 一命 锅巴喷火减火炕 一个负C呢 减自己伤害的元素抗性 放到现在策划都舍不得给了一个命座 二命 普攻最后一段给一个额外的伤害啊 在万一国家队 砂糖国家队里面呢 香灵作为战场决斗的时候很不错啊 增加一时额外的伤害 三命加大招等级 非常的好 核心的后台伤害提升 四命 大招持续时间提升40% 大幅增加后台挂火的时间 进融化队的刚炫命座啊 不然你后台火断了很难受 他加的伤害呢 其实都是次摇的 五命 意见的提升三级 六命 开大全员加火元素伤害啊 单给自己的提升不大 在纯火队呢 能拉一段队伍的整体TPS 总的来说 香灵命座 来一只赚一只不嫌多 三命的在海灯节啊 可以自选一只拿四命 四命还是比较关键 这一期商店呢 也可以用心灰兑换 正好雷神辞职马上就来了 大家可以抽一抽雷神啊 再用心灰换一只香灵 凑凑配队 岂不没灾 接着是配队和武器啊 第一类队伍呢 就是点球香国压队 其中以雷神国压队为首 雷神香灵奔天特行秋 雷神香灵行秋三个人啊 三分天下各自输出 雷神给香灵最需要的充能属性 一技能加大招的伤害 行秋货台挂水给香灵打生发 雷元素火元素水元素三种元素 相互反应的情况下 怪物的头顶上会保持一个水底的啊 班金侧相班不分家啊 打球充能的好兄弟 在雷国当中有四个梯队的充能素质 影响你对我打球循环的手法 香灵的武器在使用鱼叉的情况下呢 加上充能杀就已经有100的充能了 就拿180的充能来说 在一轮伤害打完之后 香灵要吃两到三次 班金特的异技能打出来一个球 充能才够用 然后每提升20%的充能 班金特就可以少打一次异 在香灵200次充能的时候呢 就完全不用额外去吃球了 打完一套就可以仅仅下一套 个人推荐在雷国队香灵200充能即可 武器加二绝元 再加上歪的几个充能词条就够了 杀肉我们尽量选择攻击杀 或者精通杀去提升伤害 充能杀是非常影响你的伤害的 鱼杀的BN面板的 暴击率不低于55 暴伤网 170 180去追 越高越好 充能保一个200 此时 香灵踩班金特的蒸发伤害在5万左右 如果你的武器是剃刀 这种给的充能特别多的 剃刀加绝元就100充能了 此时 使劲上双暴和精通 越高越好 香灵能用的武器是非常多的 从性价比和输出伤害量来看的 5星的剃刀 护魔之让 吃沙传奖 4星的鱼叉 霞班长歌 两个月卡 霞里聂城 这些都算第一档的武器 词条多 特效素质偏好 把双暴面板整得高高的 80暴击 200暴伤 杀肉捕尾带充能 称一称二绝元和充能词条 也可以到200 其次就是特效一般的 或者是白值偏高的 因为队伍当中有班尼特 你武器白值高的收益就比较低了 比如天空至己 和谷冤 断廊长袭 这些 你的充能双暴全靠声音物词条 压力非常的大 更绝一点的人 带双暴武器和攻击杀精通杀 充能完全交给雷神和班尼特 带西风多打球给香灵吃 伤害全是香灵打的 这种就是狠人 资格慢慢打球去吧 万叶国家队和砂糖国家队 香灵的充能的要求比雷过高一些 因为雷神给全队20的全体回能嘛 你少了这个回能 充能词条肯定是要多 所死200充能 220到240最优 万叶给增伤 砂糖给精通 对于香灵打蒸发来说 提升伤害都非常之大 峰系的双阔手法 也会提升行咎的一个后来伤害 在这两个队伍里面 峰系角色减抗完之后 你就下场 战场角色基本上是给香灵 多给香灵吃球 二命的战场 普攻是有额外伤害的 班尼特六命给的火附魔 还可以吃到香灵的火伤杯 行秋的水很多 能多不少蒸发的伤害 记得要给普通攻击点到九级哦 重云初代国家队的话 重云有个二命 减EQ的冷却时间 循环神人加快之后 你的充能要求量的 牺牲是更大的 很难想象你剩一物死条的压力 你的队伍当中至少是两把西风 上去多补一些充能 这个队伍呢 也是全四星通深渊的常客之一 然后是草神猎战坊 国家队啊 纳西达加点秋香 相比于雷我和沙国 优化队伍的出伤类型 常见的 火水雷丁使徒盾都可以去破 在大版本后期的深渊环境当中 是非常万能的存在 第一次进入大庄的饰演呢 是在3.7神院面对下半的 冰水使徒的对策选择 本身呢 这四个决策的数字就很高 一个五星带三个六星 现在这种宝宝八四神院 就没有必要上这样的队伍啊 香菱或者说目前的火贼 还不足以完全发挥 列战方的威力 这样我们就要等 纳塔出新的火系角色了 第二类就是作为后台 挂火附贼啊 这个要拆台来看你的用途 是单纯作为挂火角色呢 还是需求你后台伤害的 只做挂火的基本上是 前台水C冰C来打蒸发和融化 典型的万达和荣杆 还有琴香斑 本身需要斑天特的队伍啊 再加上香菱补伤害挂元素 这种队伍肯定充能是最荣耀的 有火 你的前台的主C才可以去打反应啊 拿荣杆队来举例啊 挂完火 直到斑天特大招结束前 甘云一直射箭 差不多射四发 Buff神天结束 给香菱充能 这种香菱呢 最好是西风长枪啊 给一个二百六充能 你充能拉起来给过火啊 那甘云一剑呢 就可以射二十万 此时你就不用去纠结 香菱一转到底有多少伤害了吗 你让甘云这个主C啊 去打伤害不就好了 那相比于龙甘队这个单纯的挂火来说呢 万达队 他的的确确是要香菱打伤害的啊 跟你们公子的水栖栽的太多了 香菱每一转都会蒸发 你需要适当追追伤害 西子包击 一百八爆伤 最好还有一个二百到三百的金空 那这种面板的充能部分 只能让半天特西风 弯页既体剑多打打球 例如弯页的一命二命 对这个队伍的伤害提升也非常大 这个没什么办法 看各自循环手段 反正万达玩家呢 已经羽化登仙了 我一届凡人管不着 前台的水贼呢 还有灵人夜兰 龙王要蒸发的话 双获操作难度太大 不推荐日常使用 一三类的纯火 这里就是香班加简抗尾 前台的火席主赛呢 有灵尼、狄鲁克、胡桃野斜 简抗尾的话 可以万叶或钟离 纳维亚、莱欧斯利 这种前台主赛呢 也都可以这样去带 那相邻的这部分呢 就说完了 内容也不算很多 这种前台主赛呢 也就是我老板的 评论 了这种情形 现在